盗版的奥特曼DVD到底能有多邪门 奥特之王竟然是麦克斯假扮的 甚至连索菲也是 众所二维粉周知 虽然奥特曼这一IP早在1993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引进了国内 并且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 迅速的积攒起了一大波人气 可真正是奥特曼火遍大江南北的 还是新创华在2004年引进的迪迦 但迪迦的爆火虽然彻底在国内 打响了奥特曼的名号 但却也留下了一些问题 那就当时的很多观众 说到奥特曼就只认迪迦 其他的一概不知 再加上中国和日本那边的信息差 就导致在当时绝大部分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个奥特曼 所以当时很多奥迷 只要看到蝶片的封面上 印着奥特曼三个字 那就不管3721 直接当真的奥特曼买回去了 而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给了盗版奥特曼光蝶 一个肆意生长的空间 并由此诞生出了一系列 堪称邪门的盗版蝶片 讲道理 当时买奥特曼蝶片 那可真的就跟抽芒合似的 甚至到了现在 也有不少奥迷调侃说 当时买的奥特曼蝶片 他放出来的可能是任何一个片子 但绝对不可能是奥特曼 那本期视频呢 阿伟就带来看一看 有哪些离谱到老了家的盗版DVD 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 大名鼎鼎的古家奥特曼 和Black奥特曼 也不知道是奥特曼出了鬼 还是假面骑士劈了腿 明明封面上的人物 是假面骑士空我和Black 但名字却写的是奥特曼 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 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你在某度搜古家奥特曼 他甚至能精准的 给你跳出空我的词条 实在是离了个大谱 不过咱们以现在的角度看的 对这种乌龙也表示能理解 毕竟假面骑士系列 在当年并没有被引进国内 也从来没有在电视上放过 压根就没啥知名度 不挂个奥特曼的名字 那根本就卖不出去呀 所以当时叠片的制作方 想要蹭蹭热度 也算是情有可原 当然了 有拿着假面骑士 标奥特曼的 自然也就有倒反天罡 拿着奥特曼 标假面骑士的 就比如下面这位选手 拿着赛文的身份证 标着龙旗的名字 这个属实就有些扯淡了 你把赛文喊超人7号我认了 你喊七星侠 我都给你忍了 你那不叫龙旗 这就未免有些太扯了吧 这咱头扣破了 也想不通 七爷跟龙有啥关系 不过有一说一 这些标错名字的选手 在盗版叠片中 都只能算是小卡拉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 可个个都是重两级 注意看 眼前这个男人 叫赛纳奥特曼 他的胳膊是迪加的 他的脑袋尖尖也是迪加的 但他的眼睛 却是赛文系列 而脸上的那个 像眼罩一样的花纹 却有些酷似镜子上人 而像这样魔改的奥特曼 也是盗版DVD的主基调 就比如这个蒂娜奥特曼 取着戴拿的名字 手上却带着个 麦克斯银河式的玩意 还有这个007奥特曼 取着个间谍的名字 长相却是个高斯幻头 甚至前面还站着个 超级战队的帮忙正常的 另外还有这个叫飞天一号的 C位站的这哥们 咱虽然不认识 但能让雷欧和龙旗 给他当陪衬 想必这位飞天一号 自然也不会是等闲之辈 而这要说到离谱 自然还得是这位 僵尸兽奥特曼 名字叫僵尸兽 口号却义正言辞地写着 梦想 希望 正义 勇气 而这整个封面上印着的 除了哥莫拉以外 也个个都是重量级 咱们先说这个小人物 从身体上来看 这很明显就迪加力量型的换头 而右边这位呢 从胸甲和腹部的画纹 也能很明显地看出 绝对是小梦没跑了 但他这个脑袋嘛 如果阿伟要是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东映旗下的特色作品 金属英雄系列的开山之作 宇宙形式加班的脑袋 光说这位的话 大伙可能不认识 但美国那个大名鼎鼎的机械战警 他在设计室 正是借鉴了这位的形象 好家伙 你还真别说 连这种在国内如此冷门的作品 都能给你挖出来 这伙整盗版光铁的 还怪专业的嘞 接着这最后面的这位 很明显就是拿老麦魔改 好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这整个封面 除了哥莫拉 算是跟怪兽占边 其他哪个跟僵尸有关系呢 真是斜了南天门了 另外这DVD的出版商 这个叫宝贝乐园的 也是个高人 竟然敢拿米老鼠当商标 好家伙 老铁你是真不知道 啥叫西半球最强法屋啊 阿伟在后来找资料的时候呢 发现了这个宝贝乐园 确实是个整噱头的高手 他们旗下还发行过一个 叫龙蛇之战奥特曼的DVD 首先一个奥特曼的名字 为什么会叫龙蛇之战这个问题 咱们暂且略过不谈 就看他的封面 这要一看 就是用NEXT的魔改的 脑袋基本没变 另外这个封面的标题 也是小母牛挂妇科 牛逼坏了 又是史上最强科幻电影 又是极终极要于一身的 我的个怪怪 上次看到这玩意 好像还是在令家的头上 不知道还以为 你这蝶片里塞的是新人代之巅呢 而除了我们上面说的之外 盗版DVD里 还有很多的奇葩操作 就比如这个 抓着雷欧 说他是怪兽奥特曼的 还有这个 把小奈的脑袋挪到奈欧斯的头上 然后在后面挂了高斯 最后说他们 是猛龙战队奥特曼 还有这个叫幻影英雄奥特曼的更离谱 脑袋是带拿的 腰带是假面骑士剑的 但这个简介 又是直接写的艾斯的剧情 奶奶的 你到底是谁 而除了我们上述的这些 他们凭空捏造出来的奥特曼之外 这些盗版的DVD公司 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我们熟悉的奥特曼下手 就比如这个 罗布奥特曼的蝶片 封面上 甚至连葛雷这种 海外冷门奥都有 但就是没有罗布 另外还有这个 封面上印着奥父 和他的五个干儿子 结果名字 却叫奥特之王 奥特之父呢 也不知道是因为 盗版DVD猖獗的年代 麦克斯正好在海外热播 还是因为老麦长得比较帅 亦或者 他就是单纯的倒霉 导致阿伟搜集到的盗版DVD中 有很大一部分的封面人物 都是用老麦魔改而来的 就比如我们上面说的那位 奥特之王 和僵尸兽奥特曼 还有这个左飞 就是用不知道哪找的身体 换了个老麦的头 还有这个 号称2005年 完美机械 最新型的古家奥特曼 虽然已经改得面目全非了 甚至就连物种 都给改成了机器人 但却还是一眼就能看出 这也是麦克斯 不是 我要是老麦 我真急养 你们这些人没完了是吧 在大电影里 当背景满背两个撂倒 在星奥体位回归被三人为佑 在格斗外转 被当风筝挂天上飞 哥们在官方不受待见就算了 怎么到了民间 还要被这么迫害 你们这些厂家薅羊毛很正常 但那么也不能盯着一只羊豪 不过有一说一样 这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也算是对老麦设计的一种认可 但话又说回来了 这些盗版蝶片 千奇百怪的 里面到底放的什么玩意儿呢 这个啊 就完全要看运气了 这些蝶片里 有的是假面骑士 有的是超级战队 也有的是各种冷门特色 当然了 自然也有一部分 里面塞的真的是奥特曼 只不过是不是你想看的 封面上印的那个 那可就实在说不准了 好了 相信本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进主页 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